26岁的汤姆最大的乐趣 就是和朋友们一起踢足球 除了对足球的热爱之外 他还痴迷于吃豆子和薯条 而且打从他集市起 就一直吃豆子、薯条、外加和牛奶 父母虽然也让他尝试过吃其他的食物 但他总是拒绝 连尝试都不愿意 母亲又是宠爱至极 家中随时背着他最爱吃的豆子和薯片 虽然汤姆已经26岁了 但母亲依然照顾着这个小男孩 在家能有父母的照顾 可是跟朋友一起聚餐时 他每次都是点薯条 惹来朋友们的恋人看待 甚至影响到了他的工作 每当客户提议一起用餐时 他不得已甚至撒谎说自己不饿 而他也没有跟家人一起饿出用餐过 更希望自己一个人吃饭 一个怪异的饮食不仅伤害了自己 也会对家人造成一定的伤害 父母很希望有一天他能跟正常一样 今天汤姆约见了营养学家夏洛特和心理学家史蒂文 在接下来四周帮助汤姆纠正他的饮食习惯 第一步就来个刺激疗法 有污渍的食物 青色的豆子 薯条和牛奶 过游身上一块块猪油看着正恶心 炸薯条里的油脂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 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 健康隐患对他来说是最令他震惊的一方面 这对他看起来很有效 因为他对食物一无所知 所以之前才会一直放任自己 持续了26年的错误饮食 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会有做梦的糟糕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首先第一个挑战 就是扔掉家里的薯片 装了一袋子 是时候跟过去说再见了 第二个挑战就是品尝其他食物 只吃豆子和薯条的塌 甚至不会使用刀叉 接下来一点点黄瓜 表情有些正经啊 不过还是咽下去了 又尝试了西红柿 鲜莱花和肉片 虽然都是一小口 但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回到家后的汤姆正式开始了改变计划 专家要求他早餐吃全卖卖片 泡牛奶 品尝完味道比预想的也好吃 打铁要趁热 午餐就是要真正的固体食物 自制版的三明治 肉片黄瓜西红柿 虽然没吃完 但目前这个进度还是很惊人了 晚上汤姆跟朋友们打完保铃球后 竟然破天荒地点了份披萨 成功吃下披萨的他 让朋友感到难以置信啊 汤姆正在尝试不同的食物 但离他真正吃完一餐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虽然想方设法地想要把眼前的食物都吃完 但是40分钟后还是没有打到 不过他并不气馁 时间已经来到了第三个星期 觉得是时候让汤姆跟炸薯条说再见了 于是炸锅被关了小黑屋 在家里是吃不到了 但是踢完球后面对水条的诱惑 有时他还是抵挡不住啊 四周时间很快过完了 汤姆将面临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聚餐 家人朋友们都很期待他的表现 晚餐是甘蓝烤土豆香肠和火鸡套餐 这是汤姆从未尝试过的 一口两口 跟其他人吃饭的速度完全一样 虽然最后只吃了一半左右 但也超出了家人们的预期了 家里面都为他的改变感到骄傲 所有人都为他故意长来 短短四周就改变了一个人 26年来的饮食习惯 之前的圣诞节 家里面都是围在一起吃火鸡 而汤姆只吃薯条和豆子 今年的圣诞节将会变得不一样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注白日有梦 我是小白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